早晨早晨,各位议员早晨 在这五个月发生抗争中 抗争者暴致逃避化来制裁的生态 采用文明方式参加游行乘位示威 甚至实施暴力侵击破坏活动施动论 此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修例风波以来抗争规模和列独之属于超乎以往 与大多数示威者使用口罩、面罩、眼罩和头盔遮掩身份 普遍暴致,能有透备化来制裁的狡猾生态有关 由于阴梦免化、塞施过争违法犯罪行为 受到法律、责任追究的机会很少 激进示威者在外部势力地支持下 教授、鼓赖、羞恿、羞恿、欺慎微生的中小学生 兴而走现 适应实施所谓的快显示 等破坏公共设施活动 以散布极端的求受警言论 实施或以披露他人隐私的起带行为 使香港已经平临沦为一座暴力之神、仇恨之神 每次看到这些暴力,让人身间疼身 如果特区政府不从原道上消除暴力示威者 带神帮违反犯罪的有因 将理性示威者、暴徒、闺风开来 实施自暴战略、恢复直律的目标遥遥无期 因此本人认为 制定法明免法能够友好组织 结准违法行为有助警方执法 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努力社会继续恢复正常 让大家可以安心居住生活在香港 主席,我发愿文败